大家好 我是煌靈 這段影片是碎片未來是 告訴你未來有什麼角色的記憶碎片會需要刷 由於晚點還要做優妮的介紹影片 今天的影片會很簡單的帶過 每個角色不會花太多時間介紹 那就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 現在畫面上這邊是我戰隊大佬 雲夢做的圖 可以看未來四個月的排程 今天我們只專注於可以刷碎片的角色 首先是七月會六星的新年齡 六星後競技場進攻跟防守都很深 然後生育第二區域的道中關卡有幾關是必上的 戰隊戰目前還沒有在傷害最高的隊伍中登場過 基本上新年齡必刷 刷到五星滿專家等級突破以前都不要停下來 然後是魅弓 七月底會出專二 專二後競技場很深 在生育第二區域道中也有幾關必上 戰隊戰作業有看過她的身影 但沒有在傷害最高的隊伍中出現過 魅弓也是建議要刷 再來是近流 競技場防守不錯 其他場合沒印象有什麼用 競技場玩家要刷 其他玩家優先度不高 然後是八月初專二的江戶空花和江戶妮諾 這兩位只有在EX7作業中有看到 想要第一時間通關EX7的話要刷 其他玩家優先度不高 接下來是九月初專二的七七香跟X班生幣 七七香比較偏競技場的角色 沒什麼卵用 被新年齡制裁的很慘 競技場玩家可刷可不刷 不打競技場的玩家優先度不高 X班生幣沒有印象中有在作業中看過他 我日版到現在專二還沒裝上去 沒什麼存在感 台版玩家優先度不高 然後是台版10月初專二的泳裝系列 泳裝爆弓有專二後很神 是水屬性傷害最高的單體輸出 在戰隊戰有很棒的表現 生育暫時沒看到他有什麼表現 爆弓碎片基本上必刷 泳裝咲戀 專二的效果有點微妙 競技場有一點點用 戰隊戰就很微妙了 四階段目前沒看他上場 三階段要玩無限 熊錘又必刀的話 有些作業要專二 有些不能裝專二 總之 咲戀純定碎片我建議大家要刷 要不要裝就到時候再說 先刷一下以備不時之需 然後是泳裝老師 競技場角色表現很微妙 在競技場存在不算特別高 可有可無 有打競技場的玩家可刷可不刷 沒有打競技場的優先度不高 最後是日版這個月底才會出的泳裝狗拳 真步月月 這三位的專二還沒實裝 強度不明 想刷的可以先刷 體力不夠用的可以等實裝後 再看評價決定要不要刷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